小坤 今天小坤来到了太空上面玩 这里也有非常多其他星球 这个星球也是非常的大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实验 就是做迪迦奥特曼 你看迪迦奥特曼现在站在光之国门口 我们都知道迪迦奥特曼的身体是可以无限变大的 变得非常非常大 那么问题来了 把迪迦奥特曼的身体变大以后 有这个星球那么大吗 好 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 好吧 首先我们把迪迦奥特曼的身体放大吧 你看 现在只这么小 看都看不到 对吧 但是没有关系 他的身体弹性是很强的 继续 看见没 现在呢 长得比这个光之国都还要高了 但是距离这个其他星球呢 还非常的遥远 但是没关系 还可以放大 对吧 慢慢地变大了 现在已经变得很大了 你看 比一般的这个星球都要大了 对吧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星球这么高 我去 没想到真的可以变得这么恐怖啊 你看 都跟这个星球 地球这么大了啊 有这么高了 其实 按这个长度来说 已经长了很多了 因为它是站在这个地上 因为它是站在这个地上 而这个地球呢 是在上面的 对不对 没事 继续变大啊 好 这里过来 没事 直接把它变得最大 看一下到底有多大 你看 哇塞 这就有点恐怖了 啊 脚站在这里 感觉都可以 可以把这个地球给抱起来了 哇塞 厉害了 迪迦哥 继续 直到放不到为止啊 哎 你看 现在呢 我一直放大 它的身体 看到没 巨大化 啊 放不大了啊 啊 我们远远到来 看一下 到底有多大 比这个地球大 是肯定的 对不对 哇 没想到这么多星球加起来 都没有一个迪迦 他们这么大啊 看来这个 把迪迦 放在地球 无限变大 会撑破地球 是真的啊 好 那么今天的实验呢 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